不管是小朋友還是大朋友 或是親子之間共同的想法 一筆一畫 在燈籠上畫出心目中 宣導生態環保的圖樣 迎接2024年第一天 博光山極樂寺 特地在元旦舉行 生態與環保三好燈籠 彩繪比賽活動 有國小國中成人道 親子等七個組別 大約700人報名參加 要彩繪燈籠 那這個燈籠是一個圓滿 因為圓圓滿滿的 也代表光明 代表溫暖 所以今天在新的一年開始 大家就把圓滿 歡喜 還有溫暖光明 那麼帶著 那我們希望新的一年 都是好像光明 也滿吉祥的 那這個今年的主題 是生態與環保 所以今年我們 這個大師說要提倡 好 生態環保 首先就要重視 生權的一個提升 好 生權呢 就是尊重生命 所以我們了解到說 我們要環保要做好 我們的心靈也要能夠照顧好 那讓我們能夠呢 這個在心靈上 能夠充滿慈悲 我們要充滿尊重 充滿佛容 然後跟一切的音源 都能夠有很好的 這樣一個心態 那麼能夠一起共生 就必定能夠夠容 在基隆市民政處長張淵祥 信義區仁壽里長張富凱 來陪同下 基隆市副市長 邱佩玲親自參加 也非常肯定 佛光山極樂寺 持續辦理的這項活動 來這裡是祝福美副隊員 英文化燈籠 還可以讓自己 圓圓的感染 我要說的是 我要說的是 我們是一個新團隊 經過一年的執政 那我們會用剛才來 進化到阿西 在啟樂龍所講的 同用智慧來進化基隆 我們會用包容的心 更寬大的心 來看待所有每一個 各種相處的事 希望基隆可以在 我們很謝謝 我們要在這裡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甚至進化人心 而且不一樣的 人事後來參加 剛才講的 身材環保 完全只能夠國際 SCCS跟DS的精神 這邊的素食也非常好 再一次謝謝佛光山 可以在基隆 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 也謝謝所有參與的朋友 今天你們來 相信在這新的一年 一定會帶來更好的運氣 也希望大家不會雙錢 謝謝順利 住持廟章法師也帶領 副市長邱佩玲 民政處長張淵祥等人 一起參觀 由志工們辦理的三好市集 潛藏志工們自行製作的棉花糖 讓從小就愛吃棉花糖的 副市長邱佩玲吃得開心 也非常感恩志工們協助辦理活動的辛苦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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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